Zither Harp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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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请放张 尊敬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善女人传 第二十三篇 我们打开书本三十三页 清于世 于世法明真修 无人诸盈府七页 年三十二而寡 至三十六 常哉奉佛 万年以佛事 妇而妇 专修敬业 年七十 夏秋之交 梦游亦迟盼 池中有船 载比丘尼 忧婆以十数人 终有一人 朝于世云 西方去 于世自念言 此时不去 待遂晚可耳 遭者聚云 且待后传 至九月六日 梦阿弥陀佛 现身接引 寄绝自知实质 请所诗闻其诗作别 诗志所莲花不得 以莲叶语之 于世欣然 念佛迷切 内外聚闻异乡 至十一日清晨 所水沐浴 更心依 福座称佛明 又清又邪而逝 是在乾隆三十六年 那这个是 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 讲的是 于世 她是无地人 朱颖府的妻子 法号叫真修 那么她在 三十二岁的时候呢 就守寡 三十六岁的时候 开始 持长灾 像我们一样 八关灾界 然后开始每天 这样的拜佛 到晚年时呢 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儿媳妇 自己专门修净土法门 七十岁那一年的 夏秋之间呢 她就梦到 道义池边 池中有一艘船 船上有十素位 比丘尼和在家女居士 其中有一个人呢 就跟她招手说 就我们到西方去吧 那于是心里想 现在还不想去 年底再说 那招手的人就 一下子明白 就说 那你等下一艘船吧 到了九月六号呢 她就梦见阿弥陀佛 现身接引她 醒来之后 她知道时辰到了 就请平时有来往的 文奇法师来化别 法师来的时候 她跟法师想拿到莲花 但没有拿到 只拿到莲液 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地念佛 念得很恳切 屋里内外的人 都闻到很奇特的香味 到了十一日早晨 洗过澡 换上新衣 接家福做念佛 就吉祥我 就这样往生 那这个故事呢 静于也是备课的书 读了好几遍 思维很久 那么它是 让我们很羡慕的 一个往生案例 我们讲 无疾而终 一生呢 就是专修敬业 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而且自己想 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那么都没有任何障碍 我们现在呢 也在修敬业 同样是在修敬业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因为 所有的善女人传 我们看到文字都很简洁 从这个短短的 三四四个字里头 我们很难看到 她一生的羞耻 所以呢 我就想把 《教女一归》当中的一些案例 我插到这里面来 跟大家讲 那其中呢 我会就她的重点 跟大家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余氏 她三十二岁的时候 先生就往生了 那一直到七十岁 这中间也是将近四十年 四十多年 那么她都是一个人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开解一下 就是女子的这个真行 那么真行呢 真就是真洁的意思 在《教女一归》的 鬼犯篇 就是吕欣武的鬼犯 里面他讲到 女子之道的时候 提到真女 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古代 尤其是中国的 传统化当中 女子的真洁呢 是被格外重视的 但是呢 到现代 尤其是新文化革命 后来再到文化 现代的文化大革命之后 乃至于八十年代之后 改革开放 那整个就社会就 全都乱了 当然也没有 传统化的教学 也没有家庭的 这种基本的 女德的教育 所以女孩子呢 在这方面就完全都 没有任何概念 就像《无量寿经》里讲的 先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树无怪影 那么真字呢 对女性尤为重要 能够守得住 真洁的女子 她的德行 一定是极为高尚的 但对真字的理解呢 我们要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先看看在 这里面 她是怎样说真女的 女子守身 如池 欲知 如捧 饮水 就是女子呢 守住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就像拿着 欲做的酒杯一样 这个欲知 知是酒气 就是那个酒杯 欲做的酒杯很容易碎 所以你拿着它要很小心翼翼 如捧 饮水 就是 你拿这个手 捧一捧水 那你稍微捧不紧 那个水就会漏掉 也是要很小心翼翼 就是我们的心呢 不要被自己的眼睛 自己的耳朵 所迷惑 就会 因为你眼睛看得多了 耳朵听得多了 那外面的这些境界 都会咬乱我们的心知 所以古代的这个养女啊 她都是养在 闺门当中 很少让她去接触 外面的花花世界 养她的这种心念的 专一和纯净 那现在呢 就没有办法了 不出门 我们手机 我们的网络 也能够让你跟外面世界 没有障碍 你知道的越多 了解的越多 就像 你打开了一个 潘多拉的这个匣子一样 你放出心里的一个魔鬼 紧接着就会放出第二个 第三个 它就像一连串一样 所以人呢 古人讲 人不可以重瘀 就是瘀不可重 你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 女孩子也好 男孩子也好 最怕的就是 他好奇心强 什么都想知道 什么都想满足 欲求特别多 那这一点呢 就比较难 所以要 定住 这个忌是哪个忌呢 忌是 迹象的忌 就是一个意字 底下有个走真 就是你的行忌啊 你的所作所为 不要被 家里内外所怀疑 我们就说 不要做这些 瓜田里下的事 你本来跟这个 比如说男生 没有什么事情 那你两个人 要是偷偷摸摸地 在一个地方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 所以 女孩子到哪里呢 你都领个女伴 做什么事情 都大大方方的 就不会被人所怀疑 然后可以玩 坚白之劫 呈清洁之身 何者 这样子的话呢 你能保全 你的这种真结 无论是身体 还是你的志向 丈夫事业在六合 狗妃独伦 小洁游足 自熟 女子凝结在一身 稍有微暇 万善不能相艳 他这个是讲男女的区别 是因为男的 本来就是主外的 他的事业呢 就是要在外面做开阔 他接触的越多 心胸越开阔 越坦荡 我们讲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他就有这种事业 他符合男人的天性 所以羁绊有一点 不拘小节 大家也不会去怪罪他 也不会去挑剔 但是女子呢 就不一样 她的明洁 都在这个身体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 微狭 微是微细 狭呢 就是那个王字旁 那个狭 就是缺陷 一点点小小的缺陷 万善不能厌 万善就是 你有一万个好处 都不能掩盖 这个瑕疵 所以女子呢 尤其在这方面 要格外注意 然居常处顺 十女九珍 为夫消磨 糜烂之际 今酒恋而欲经 子你污秽之中 扎你污秽之中 连寒香而自洁 则典结者 一时久矣 说如果啊 我们经常在家里面 什么事情都很顺 那么 正常情况下 是可以保住这种真结 这是在古代讲的 他说就怕出去之后 有了这种 放逸的 糜烂的机会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反而要在这里 保证自己出泥而不染 就像莲花一样 连寒香而自洁 那么这里呢 讲了几个故事 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他的这个心呢 很坚定 身心内外 都不会被这个染灼 所以他的心就急静 急定 那静定到急处呢 他就很容易生三昧 如果他这些杂染的事 特别多 自己 这一生造的邪淫的事情 特别多 他就很难成三昧 因为在他的意识当中 阿拉耶当中 是很容易出现 这些妄念的 本来他女众呢 他的妄念就多 如果他的记忆体里头 又有这些可以记忆的 这种不好的事情 他就会咬乱他的心思 所以尽量的女人这一生 都保持他极其清静 我们讲非理勿视 非理勿听 非理勿言 非理勿动 自己一定要在这方面把握住 从小的细节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 讲的是江南有一个女子 父亲呢被关到了狱中 他没有兄弟在朝廷当中 所以呢 女儿和这个嫂子 就去探望父亲 到了高游这个地方 那他那个蚊虫呢 就很多 就像我们刚来上 绝缘寺的时候 上一个洗手间 能被咬十几个包 蚊子很多 那夜里呢 你听那个蚊子的声音 就像打雷一样 夜若轰雷 非帐中不能避 那除非有个蚊帐 否则呢 根本避不开 那就有这个男子呢 就是招呼他 招呼他跟他嫂子 来到这个帐篷里来过夜 那嫂子 他的嫂子就听了 就进到这个帐篷里 跟那男子过夜 那这个女儿呢 就说 男女别闲 阿家为准 而可入夜 就是说 男女有别呀 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引人嫌疑 就是决定不能做 所以他独自晚上 就睡在了草虫当中 结果呢 这样的 走了几日之后 竟为文作儿史 就是被文字叫丁 丁死了 那当时的人呢 就给他立了一个寺院 来祭祀他 就是因为他死了之后呢 文字丁扰啊 把他那个筋骨 都露出来了 丁得这样厉害 那后来的人 给他立寺院 纪念他呢 就传这个寺院叫 陋金庙 就是陋金庙 那么这一段 讲的就是这个女子 有这样的 高远的志向 在古代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 这个故事讲的是潘氏 这个潘氏呢 他叫庙园 那么他是山音人 他呢 同他的先生 徐允让 都住在这个城里 这一年三月 正赶上援兵啊 围着围攻这个城 打这个城 那他就跟他的先生呢 就跑到城 后面的这个山上去躲 结果呢 还是很意外的 被这个贼军呢 给抓到了 结果他的先生 允让呢 就死在了贼兵的刀下 那他呢 然后就抓住 他这个太太 这个潘氏 就想侮辱他 那潘氏呢 没有慌张 颜色自若 就很镇定 说 我一妇人 家破夫王 既已建职 欲不从军 安枉 愿焚无夫 得尽一通 即弑君百年 无憾已 他就骗这个贼兵 他说 我就是一个 妇道人家 现在已经 家破人亡 也没有地方去 如果我不从你的话呢 那我能做什么呢 但是呢 我的心愿呢 是一定要 你帮我 因为他把他先生杀了嘛 那你把我先生给火化 火化了之后呢 我就了了我的心愿 那我就可以跟着你 侍奉你百年都可以 那这士兵就很高兴 就听从了 就堆了很多柴火 一堆柴火 就把他先生放在柴火上 进行火化 乃未砍坟财 结果当这个大火 正浓浓烧烈的时候 凡月入烈焰而死 他就纵身 就跳到这个火堆里 就死掉了 那吕心武在评断 这个故事的时候说 即便以财 含清以量 是庙园 骂贼不屈 岂不获死 而夫骨谁收 又安得同为 一坎之徽耶 哀惧不行 安详 已成其志 原也可谓丈夫法也 说他非常有这种机智 和胆识 如果他只是一味地 去骂这个贼兵 那可能也是一刀就死了 但是他先生的尸骨呢 就没有人去给他收 也不可能 两人葬在一起 所以呢 他非常安详地 成就了自己的志向 那么吕心武赞叹他 说这是大丈夫法 那么下一个故事呢 讲的是高兴 高兴有一个地方啊 有这样的一个寡妇 她姓梁 那么他的容色呢 非常的美貌 容于色 美于形 身材也很好 他的先生很早就去世了 但是他呢 坚决不二嫁 那么这个地方的 有钱人呢 贵人都争相地 想娶他 都不能够满怨 梁王文之 这国家的皇帝听到了 便派出很多聘礼 然后呢 三次啊 去到他家 去来 娶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就说了这样的话 说 妾夫不幸 先狗马 田沟贺 妾养其幼姑 是难他事 妾妇人之意 一交不改 妄死而贪生 弃义而从利 何以为人 就我们就记住 这一句话就行 你看他一个普通的 古代的女的 没什么学问的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案例 在《猎女》段当中 也有记载 叫 妄死而贪生 弃义而从利 何以为人 他说 我的先生不幸啊 很早就去世了 那我要帮他 养他的孩子啊 他有这个遗孤 所以呢 我很难追随我先生去 那么我作为女子的 这个道义 在哪里呢 就是一生呢 从一而终 就是不能够 贪生罢死 不能够没有情义和恩义 这样的话 这样的人 他不叫做人 所谓 妄死而贪生 弃义而从利 何以为人 于是自己啊 乃缓净之刀 割其鼻 缓缓地拿起镜子 一手拿着镜子 一手拿着刀 把自己的鼻子给割掉了 割掉之后他说 妾以行矣 所以不死者 不仁 幼弱之虫孤也 且王之求妾也 非以色也 行于一只人 待可事矣 说我已经自己 给自己自缠了 之所以不死呢 是因为先生的 就是 前夫的孩子 还很小 我还要养他 那你来 想娶我 无非是为了我的美色 那我现在 已经没有美色了 所以你也可以放下了 就是这样子 相以 相以报王 王乃免其 丁瑶 浩曰高行 这个去的使者呢 就回来 报告给这个梁王 梁王极为赞叹 就把他家的这个 我们讲 现在讲岁收了 个人所得罪之类的 就一生的这个 岁负全部都免了 给他起名叫高行 高尚的行为 叫高行 所以 吕氏也说 王侯不能夺其手 况亲代夫呼 坚于金石 礼若冰霜 无于两寡妇见之 说 即便是王侯 大臣宰相 皇宫 都不能夺走 他的志向 那么 他的这种坚定 能够 堪比金石 他的这种 保守自己 结超的志向 利于冰霜 让人确实 无比的赞叹 所以 经营以前贝克 看这个 《猎女传》 和《叫你于归》的时候 有的时候 经常会泪流满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古人的那种德行 尤其是女德 太伟大了 如果没有这种厚德 他养育不出这种圣贤 你说孔子也好 孟子也好 哪一个他不是母亲所养育的呢 没有好的母亲 绝对养不出好的孩子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所以女德的教育 是格外格外重要的 我们讲母仪天下 母亲的一切的行为 她就可以教化天下 但是如果她没有德 失德的话 那天下就是大乱 那当然女人没有德 世间的德都没有 她怎么能成就出世的 往生去极乐世界做佛的德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学习善女人传 想求往生 不是单纯的学念佛 那个佛怎么能念好 是在于我们有这种基础的德行 基础的善女人的基础 你没有这个善 不能成其德 佛号也提不起来 杀盗淫妄俱作的 两舌恶口天天都不守口业的 她没有办法 有这种福德去念佛的 所以女性的这个德很重要 那这个故事呢也很好 是魏夏侯氏 她的名字叫令女 那么她嫁给了曹文淑 文淑死了之后呢 她的年纪还很小 没有儿子 她的父母都希望她改嫁 结果这个令女呢 就把头发割断了 断发为信 头发割断了 作为信义 后来这个曹氏整个灭族 就是她的夫家呀 整个就出现了大的变故 那么她的父母认为她没有依靠 所以坚决的一定要她改嫁 那她呢就 截其两耳 断其鼻 以死致死 把两个耳朵都割断 鼻子也割下来 就是致死都不变 蒙背而握 血流满床 家人就叹息啊 就劝她 她父母就说 人生世间 如清晨 欺若曹耳 何辛苦如是 且夫家一灭已尽 守此欲 谁为灾啊 我们一般劝人也会这样劝 说你看 人的一生嘛 就像那个扶尘 扶在小草一样 转瞬即逝 你干嘛过得这么辛苦啊 你这个夫家 已经全都被灭掉了 那你这样的 守这个志 你又是给谁守的呀 先生也没了 整个这个丈夫一家的家族都没有了 令女曰 吴文 仁者不以圣衰改节 义者不以存亡一心 曹氏前圣之时 尚欲宝忠 矿金衰亡何忍弃之 禽兽之行 无起为乎 这段话也是让人特别感动 他说我听说 仁义的人呢 不因为 这个事情兴盛或者衰弱 就改变他的 智节 那么有道义的人呢 也不因为这个唇亡 而变他的心 以前他的家族很旺盛的时候 我都能够保住 终结 现在没有了 我怎么还能够忍心 放弃呢 这是禽兽的行为 我不忍心做 为什么我挑这个案例给大家讲呢 大家想想我们学佛 是不是如此 跟着一个师父学 看到 听到别人讲 这个师父不如法 马上就换人 我在14年 定红师父经历 沾茶颤的这个风波的时候 我感触太明显了 之前那么多 就说 哎呀 忠心耿耿 包括沾茶颤之前 写了很多这种发愿文 这一辈子 要跟着师父 鸿鸿正法呀 这个 就是好像要表 那个很坚定的 不二的信心 稍微一点风吹草动 马上就意诸 另奔他方 找一个更好的 更舒适的地方 去所谓的修行 没有一个能修成 真的是这样 因为不要说男众 不要说女众 我们部分男女 都是一样的 做人如此 做事如此 你在家里 这样 你在出世间法的修学当中 都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你说佛法 它就跟世间法不一样 全是一样的 都在乎我们这个用心 因为佛法 它不离世间法 佛法 它也不坏世间法 它就是一体的 你离开世间法 就没有佛法了 就像这个手似的 你说你把手心给砍掉 它手背也没了 它就是一体 所以在阿南 问佛 世行军 问佛 世吉凶经当中 有这样的话 但可 为世间事 不可为世间意 世间的事 你可以做 行商啊 经商啊 这个做生意 都可以 夫妻啊 这样的 五伦五常 都没有关系 不着那个意 就可以了 所以古人 为什么他那么能 容易成就呢 因为他确实 他不着那种 自己的自私自利 自己的贪嗔之慢的 那种 情职的欲望 一个真正的女子 是什么样的女子呢 她是一个母亲 一个妻子 一个妹妹 一个女儿的一个混合体 她既有作为母亲的那种慈爱 就是又有做妻子的那种温柔 她又有做妹妹的那种恭顺 就是这种融合 男的义父如是 一个真正成熟的 庄重的男性 他是一个父亲的 一个先生的 一个兄长的一个融合 不是单独的 所以在整个男女的 这一生的成长当中 你是一个完成 一个整个人格的训练 就是说我们佛家讲的 一个精神境界的提升 当你不能去圆满 这些境界提升的时候 你都是有缺陷的 你看在古代的 教母之道当中 母道啊 一个真正的母亲 是什么样的母亲呢 孝母 她要孝顺 礼母 教礼节的 懂礼貌的 正母 教一切 正气之道的 怜母 教廉节的 智母 能教智慧的 很多很多种 所以一个好的母亲 是很难的 她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 整个学习和训练的过程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自信 因为一切都是符合我们自信的 就是性本善的那一块 如果你没有往这个里面去回归 你都不得其正 因为孩子你说太严 他也会做出一些适得其反的事情 你对他太溺爱放松也不行 怎么去把握这个中道 你就要学 学种种的这些 我们讲后德制的成长 所以做女人也好 做善女人也好 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不会学呢 你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错了 有的时候错得离谱 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够那么离谱 所以人呢是必须要去在学习当中成长 你说自己一下子就知道 是不能够了知的 那么这个真结呢 对于女众来讲是格外重要 如果各个女子都能够有这种守住真结的 坚定的志向 世间呢决定会没有那么多堕胎的事情 我们前两天有讲这个案例 那个大家也听到这些数据 听到之后呢 我相信在我们的心里都会引起这种悲心 那怎么去做呢 一定要从我做起 自己呢严格要求自己 然后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过程当中呢 去帮助别人 去成就别人 否则的话呢 就很难自立立他 那么真结怎么能够去守护住 在古代的一些家训当中 说的也很多 比如说 他这是一段 我是在备课的时候选字 叫怨体极 他这里就讲到 第一个 男女不杂作 这很符合我们现在 就是道场中的男义工和女义工的规矩 我们正常都是分两层来做早晚课 早课晚课都是分开做 听经呢是我的课 我们一起听 但是男女是分两边 一侧也是男中在前 女中在后 这样分开不杂作 不同今世 不同诗家 这个诗家是什么呢 就是放衣服的器具 比如说在一个更衣棍里 不能既放男的又放女的 就不能混着放 家里也是如此 先生的放一边 自己的放一边 孩子的放一边 要分开 不可以一团杂乱的混到一起 那不是夫妻就更不可以了 不同今世 就是比如说 头巾啊 发书啊 牙刷呀 这些 决定是不相同用的 你不能说 这个 看着这男一供牙刷 拿过来你就刷牙 看着他的毛巾 拿过来你就擦脸 这是决定不可以的 所以我为什么 我们要求 我们所有的一供服 都要写名字 所有的 所有我们相同的东西 都要标注上名字 不要混在一起 那么大大咧咧是不行的 不居小气也不行 久了都会出问题 这些规矩都属于鬼犯 要很严正 不亲瘦 内外不供景 不供欲 不通倾袭 不通衣裳 不亲瘦 就是说 吃饭的时候 不会用一个盘 就是比如俩人 一个饭盒 你吃一口 我吃一口 这在大学里 经常会看见 男女生谈恋爱 就是这样 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这些都不好 都不要做 你呢 生生世世 种这些种子 我跟大家讲 你来世 即便你投胎 再做女性 你也会很严正 因为我就觉得 我前世肯定学过女德 这些呢 我在没有学习之前 我就是这样 我乃至于结婚之后 我的东西 我先生就不能碰 他说呢 是我有洁癖 其实我觉得不是 就是 就是自己 假如自然然的 会有这些规矩 就会出现 因为你每一世的修学 它都是白 不是白修学的 在阿拉耶诗里 都会落种子 好的种子会落 不好的种子也会落 不供井 就是不用一个井来喝水 男的用一个 女的用一个 那么不供浴室 那这个更是了 不会在一起洗澡了 这分开的 不通寝息 就是我们的被褥 枕单 这些都不通用的 男的就是男的的 女的就是女的的 不要说 我们这女的少个床单 到男中那拿一个 男中那少个枕机 再说我们这女的拿一个 决定不通用的 这个是很重要 不通衣裳 衣服也不乱穿 就是不会互穿 那么 在这些规矩当中呢 他还有说 出入无道路 男子由右 女子由左 就是如果走出来 没什么特别规定的道路 那一般男的呢 是在右面 女的是在左面 跟我们正常的男作女又不一样 因为自古以来呢 他是以右为尊 右为尊 所以右面都是 我们这是不是也是右面 正对的对吧 右为尊 所以男中是在 我们叫在西单 是吧 东单 对 在东单是在街面 东单是右面 正对的活堂的 右面是大 那么 此取礼 别男女之大节 所以言内外 而访 不乱也 所以取礼呢 才会 特别的讲 男女的大节 就是要 言整 内外之分 内就是女众的 外就是男众的 所以那天 我是每周一 习惯的 我在大殿 和观音店 地藏店 都 每天早上 我都礼佛上香 那每次 礼完佛上完香呢 一般我就 回疗房 回办公室 上午一般备课 或者是 念佛读经 那周一 我就一般会 各个堂口 我都看一眼 所以这周一 我在看到 后堂口的时候 我不就提出要求吗 我们那个 女洗手间 和男众的 靓一区 要竖一道围墙 隔开 为什么呢 因为男众 靓的 他有内衣 而且他出入 会跟我们 上洗手间的 女众会碰上 不碰 他靓他的 我们走我们的 这是一 第二个 女众呢 绝对不可以 能看到男众的内衣 反过来也是如此 女众的内衣 也绝对不可以 让男众看 所以有一次 这个我去一个地方 讲课 他那个比丘尼师傅 特别有意思 出门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就我要走了 他说靓云 我设计一个 特别好的东西 我给你 你讲你得的 你可以那个 有需要给 就是一个 我看了半天 一开始还没看 明白是什么 后来 那个 就知道了 因为他也没跟我说 他就说好东西 拿了一包 一大包给我 就是一块 一块布 布中间有一个洞 然后这个布 像一个白纱布一样 但是是不透明的 然后就是 他说那个 晾内衣的时候 把内衣晾在里面 它就像一个披肩一样 就披在外面 然后这样晾上 好像叫我放在香港了 给了我一挪很多 而且我去那个地方 当时参学的 所有的我们女众的内衣也好 男众的内衣也好 是不可以高于腰部以上 去晾赛的 全要在第一处晾 所以有一次 那是好多年前 四五年前 我去有一个地方参学 那他那个地方呢 就是好像常年都叫女德克 那也是一个比琼尼师傅 领我去 他说金玉老师 你看看 听听他这女德克 那正好他们在 关着门在上课 我也没进去 我就在外面 转了转我就走了 但是我转的时候 就一见印象 就给我不好 我就觉得 这女德克讲的不成功 为什么呢 他男女 所有女孩子的衣服 全部就晾在外面 就大楼外面 而且那个女性的内衣 就是那样在 知道吗 楼外面 就是那样在 风中这样飘荡的 这样晾 这是决定不可 因为你讲女德 你就一定要在 生活当中落实到 如果你是戴这个 女德班的话 那你一定会教 这个女德班的 女孩子 怎么去晾赛 自己的衣物 我们 所有的这个女众 我也是这样要求的 你看我们 二楼休息区 它那个门呢 外面 我加了个屏风 为什么加屏风呢 它进出的话 它不会透过这门 看到女众里面的 休息区 因为你不加屏风 你就一目了然 它就有个格档 就是这些都是 小的细节 包括我们女众 穿衣服 也是格外注意 一定要穿 像我们设计的 这种一公斧一样 很严整的领口 就是 哪怕你热了 开第一个领口 也不会露很大 大概一寸 如果你露得很大 你一弯身 加上如果你身体 比较瘦靴的话 那人家都会 从高处看到 冲光外泄 你就会引起人家的 邪思 邪念 邪想 我们就要从我们 自己身上找原因 就不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这些都是 叫言内外 而仿独乱 这是居家之道 居家呢 一定要严谨 我们讲 归门 制归门 如制朝廷 就像治理朝廷 那样的威严 去治理 归门内的事情 因为 女众如果 治好了的话 男众是很容易 规范的 女众如果很 很恶劣 没有女德施教的话 这个男的 他确实没有办法 我以前讲课 我讲过 我有一年 在大连 到我们金店 有个客户 是大连市的 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他去买金币之类的 就到我办公室 跟我聊天 他看到我 桌上放的女德书 他就很感慨 他说这个很重要 他说我们平时 派出所的犯罪率 是不高的 尤其是强奸类的犯罪 他说那大连 一到夏天 急速震高 这根本不怪男的 就怪女的 穿得太少了 穿得那么少 这没有办法 控制不住 然后说你这个 这样那么穿得 比较多一点 比较庄严一点 就这样子的 那我们也是如此 出入都要严整 这是对自己的 自身的一个恭敬 你对自身 你没有这种恭敬心 你实际上 你都不尊重自己 别人都不会尊重你的 你自尊者 人皆尊之 自敬者 人皆敬之 自爱者 人皆爱之 你不爱自己 你不懂得如何 真正去爱护自己的话 人皆也不会去爱护你 所以呢 这个有女儿的父母啊 尤其是母亲 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养得越多 责任越大 我们这里有的女义工 是生三个女儿 这三个都得 操很多心呢 你要三个男孩 那就好一点 三个女儿 那要操很多心 还很不容易 那我们就是用这一段 叫你于归当中 关于真父的这个开示 给大家来鼓励一下 希望我们在现代呢 也能慢慢 有这种真正的女德之风 女人真正像个女人 像一个有德的女人 那慢慢这个社会风气 就全转变了 所以社会风气 转不转变 你从女众身上 是看得最明显 她是整个的一个枢纽 那么因为她有这种德行 三十二岁手法 一生很清静 晚年更是万元放下 不再操理家事 专修敬意 所以她走得就很安详自在 就像我们每天早上 读的西方发言文一样 身无病苦 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那这是我们一生 所盼求的境界 那你盼你要真修啊 你盼了你不真修 就像我们说 我天天我都在想 我要考北大 我要考哈佛 但是我就坐在这块 又吃又喝酒 又玩乐 又打游戏 到考试那一天来了 那你肯定是零分呢 肯定不及格呀 你想考 你就要考的样子 你就把托福考试拿出来 背单词啊 努力加进的去背课呀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不能光指着念佛 因为你念不下去啊 虽然念佛是正行 但是助行的功德力 如果不够的话 你正行提不起来的 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的道理 因为我看过太多女众 都想念佛 她念得很差 我们讲三天打雷 五天赛网 一日铺之 十日寒之 没有那种恒久的 坚定的 持续不断的 那种毅力 为什么呢 因为她做别的事 她也没这个毅力 也是东一下西一下的 你看跑道场 跑得最贫的 女众 我们这里还很好 我们这里 女众都很坚定 不然是男众走了好几个 男众就怪我 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管理 另外也不方便 男众前一段就有两三个 哎呀 要去记住山 这个山那个山 就是不同的地方去参学 心不定 我们讲一定一切定 你在这一件事情定了 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定 你在这件事情上没定 你在其他的都没定 比如说 比如说穿衣服吧 我就是比较 就是比如说一段时间 就是很执着一个牌子 我年轻的时候呢 就是一直很喜欢一个牌子 买了将近十年 基本上不变 这些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衣服大部分都是 无印良品的 去香港就在香港买 去上海就在上海 无印良品买 基本上95%以上 有的是个别的做的 我很少变牌子 以前张这个 我先生就说我 就有买衣服总买那一家吗 我先生就说 哎呀 早知道 他就开这家店的 老板 就随便 随便买 买别的都不接受 我吃东西也是 一般口味 几十年如一日 我不变呢 我身边同学都知道 我爱吃那几样 包米 土豆 豆角 然后最清淡的菜 青菜就是 拿水煮一下 浇点酱油 就是很简单 什么油啊 炸呀 你变花样 我基本上都不接受 就是 就是很固执 但是也很单一 但是我自己感觉 我这些比较固执和单一的 生活习惯和爱好 就是成就我念佛呢 我也比较定 比如说我就是有步骤的 先读经 再听经 然后念佛 从一万到三万到五万 就这样一点点来 那我就想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等着我七十多岁的时候 肯定能成就 我就很有信心 因为我也不想变来变去 师父反正就 老法师 丁红师父 然后呢 学习呢 就是无量寿经 现在加戒律 别的课我也不听 也没有时间听 我心思很单纯 很简单 以前没有道场 就在香港待着 现在就在绝园寺待着 如果我没在绝园寺 就在那个家里 没在家里就在绝园寺 顶多中间去一个 信力超市买东西 我说扇围 我都不认识别的地方 就是 那个我们家的小区 在扇围住的 然后绝园寺 然后加个信力超市 因为扇围很小 就一个超市 在我开店当中 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愿意去 我们住那小区 离海边很近 很多同学都劝我 说你去逛逛走走 不爱逛 回到疗房 回到小区里 就坐在家里念佛 在屋里可以念两小时 再到客厅念两小时 再回屋里念两小时 觉得很自在 你心要能定住 身它才能安住 你就不会乱跑 你就会越来越 有那种界定会的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要了知的 你看他最后走的时候 念佛 他是可能医指一个法师 叫文奇法师 就把他医指的法师 请来作别 他是梦中见到 阿弥陀佛来接应 最后呢 走的时候 念佛内外都能闻到异香 我们也是啊 我们在这里打佛期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 一开门 就一股异香 它不是这个 上香的 这个香的味道 很香 又不冲鼻 很好闻 然后很绵远的 那个味道 很舒服 那么这是我们要修学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篇 二十四篇 送王室 王室合肥马永逸七也 永逸修静业 世载马鱼传 王室一持佛名 行天竺识念法 又长持破地狱祭 祭出华言精云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一息梦地狱主者来谢云 性蒙持祭功德 狱中众生 出生善道者多以 其后寝集 持佛名不绝口 祭世 诸亲属及其侍女 接梦王室抱云 无以得生 净土以 这个也很殊胜 这一段 这个王室呢 他是合肥人 安徽啊 合肥人 马永逸的妻子 那他的先生呢 是修净土法门的 所以呢 他也跟着来修念佛 那么他修的是天竺寺 这个天竺是指天竺寺 慈云颤主 尊士法师所提倡的 陈昭 十念法门 那慈云颤主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慈云颤主的 陈昭 十念法 每日清晨服侍后 就是 清晨我们讲 沐浴 更衣 刷牙 漱口之后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 你不要起来啊 脸没洗 牙没刷 你就冲到活台前 上香了 臭气要把佛菩萨都熏跑了 我们每天去大殿上香也都是 至少要塑一下口 洗一下 敬一下手 然后再去大殿上香 面西正立 面向西方 端正站立 合掌连着念阿弥陀佛 尽一气为一念 就是一口气 你这么念也去 是一念 如是实气念 因为实念 所以它不是十声 大家知道吗 就比如说 你这一气上来 可以念十声 那这十念 其实是一百声 对不对 就阿弥陀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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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 一直念到你这一气 然后接着再来一气 就是一口气 这样子的 但随气长短 随着你这个气力的长短呢 不限佛号的 不限佛数 不限有多少声数 为常为久 气急为度 就是到没有气的时候 就算为念完这一念 其佛声不高不低 不缓不急 调停得重 如此实气 连数不断 就这样连着念 不断 意在念 心不散 就是完全用你的意念 很专精地连着念这十口气 专精为功 名为实念者 显示急气 素心也 急气 就是急着你这个气息 把你散乱的心给收回来 早晨 每天坚持 念这个实念 我以前也试过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因为你 你走的时候就是这样 一气不来就走了 那你就要让它每 就一直都是在念 我们要念得很慢 比如说 阿弥陀佛 停一下 再阿弥陀佛 你中间肯定有妄想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快念呢 因为快念你很难有妄想 我那个 我是一般一个小时 如果很专注地念 能念到八千声到九千声 一个小时 所以大概十分钟 差不多就是一千声 不对 十五分钟是两千声 至少是两千声 有的时候还要多 因为你快念 你就不会散乱 因为你还要计数嘛 我们是三三四 所以有一次 网上的同学就问我 一定要听到我是怎么念的 让我给留言 我就给留言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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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这样 就金刚池 声音也不大 因为你很大声就容易废弃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昏沉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大一点 然后可以改成中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 我早年就是比较少念 念得少 我以前在大连 我就是三千声 我三千声坚持了一两年 因为我那阵容易昏沉 所以我就很大声地念 那大声它不可能很快啊 我就大声十念法 然后每天保证三千声就比较专注 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是比较快 比较快一点 快不是为了摊数量 是因为你很能专注 当你不能专注的时候呢 你在想办法怎么能专注 以前我是想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你快速念的十念吧 也有忘念 然后和下一个十念的中间 还会再加个小忘念 就是有其他想法 然后我就念三个十念 我再拨一个数 拿记录器拨一次 那你就不敢打忘念 因为一忘念你就会忘了 我这是第二个十念 还是第三个 如果这样的练一段时间呢 还会有忘念 我曾经试过 连续记五个之后 我再连按五下 就是第一个十念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我再记一下 然后你会把你的心呢 训练的就是 越来越专注 就不会散 所以所有的 都是靠训练的 你不能说 由着自己 随意地去修行 修行不可以随意 要专注 那他念完这十念之后呢 他会有发愿回向 我就特别喜欢 他的这个发愿回向 这里也给大家念一下 慈云颤主的发愿回向文 我弟子某甲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愿以静光照我 慈世涉我 我今正念称如来明 今十念请 为菩提道 求生净土 佛西本世 若有众生 欲生我国 至生信要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以此念佛因缘 得入如来 大势海中 成佛此力 重罪消灭 静音增长 若临命中 自知实质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义不颠倒 如入禅定 佛极盛重 守执金台 来迎接我 于一念请 生极乐国 花开见佛 吉文佛称 动开佛会 广度众生 满菩提愿 它这个要比我们早上的西方发音文要简短 简短很多 我是很喜欢的 以前我也经常念过一段 做此愿意 礼拜或不礼拜 均可 但要尽此一生 不得一日 攒废 唯将不费 自要其心 必生必果 就是你要坚持 我们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坚持下去 没有不成功的 不怕你的烦恼 习气重 烦恼习气再重 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有年轻的女孩子 是几年前 跟我在深圳修学的 后来招到一些账员 没有办法跟随 但是这次呢 又回来 到这里做了 做来做这个定期一工 我就很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时她离开我的时候 就问我 说老师 我怎么样才能 不断这个法源 因为她当时 很舍不得离开我 我说你坚持 听老师和师父的课 就不要断了 哪怕念佛 没有时间念 拜佛没有时间拜 课不要断 就不断这法源 然后这次回来 她就给我发短信 三年下来 一堂课没断过 就一直这样 听课听课 只要有时间就听 所以什么事情 都贵在坚持 不管有多少 这个挫折也好 障碍也好 只要我们有这种 于公于山的精神 就一定能够圆满 那我们 也知道 前两天 应该就昨天 有一位师父 沙弥师父 就暂时舍戒还俗 我心里特别难过 昨天回家 我也是 就回到疗房 我也就哭了 今天呢 我就有问她 她回到香港 她年纪不大 她是跟我大儿子同岁 出家前 我都很熟 在香港都做过一工 一二年的时候 我说你还好不好 然后她说 哎呀 老师 你们师父很难过 问我和师父 我说 我说我是很难过 但是呢 你母亲更难过 我说你要安慰你母亲 我说做任何事情啊 都要提得起放得下 我说你是僧俗两面都没放下 要放下一边 才能成就另一边 在家就做在家的好样子 出家就做出家的好样子 都好 那么一定要继效到 不能让父母伤心 她说老师我都决定了 我读完书 继续回去出家 我就是想把书读完 那个法号还要继续给我保留 她说到了暑期 我就去你那做义工 那我觉得人 她人的一生成长 她很不容易的 她都会遇到很多逆境恶缘 遇到逆境恶缘的时候呢 那个心呢 一定要坚定 自己呢 不用攀求外援 求活力加持 自己要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呢 你就明白怎么去做了 所以事情不在我们做得很多 一生你能把一件事情做圆满 就很成功了 你说我少地 你能把地少圆满 就很成功了 我们都听过这个老法师以前的教导 他说他父亲呢 很早就去世了 走之前呢 就给他的遗言 就是劝导我们是不是上了 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干得太杂了 那我就要求你 就我这儿子 一生只做一件事 哪怕你少垃圾 你都能成功 不要做太多 这是一个最好的无上的忠告 我们也是 比如说我选择做护法义工 我一生就做这一样 做三十年 我就不仅护好众生的法 也护好自己的法神会命 然后决定一生 往生极乐 去成就 就不变 只护持一个师父 只护持 自己的跟有缘 跟自己有缘的这些善友 不去攀缘 因为没有必要攀 身边有一个义工菩萨 咱就护持一个 有两个护持两个 有十个护持十个 我也不会到别的道场去拉义工过来 要护持 没有那个心 一个也不嫌少 一百个也不嫌多 我身边的老义工都知道 我是 这一点我是很随缘的 你来我也不障碍你来 没有什么太多要求限制 不让你来 你走我也不挽留你 走就欢欢喜喜地走 好和好散 来呢就欢欢喜喜地来 既然选择来了 就安安稳稳地在这个团队去修行 不坏这个团队的规矩 也不坏大众对善知识的信心 任何到任何一个善知识身边学习 就记住一点 不要抱着这种检查和审视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听到很多杂言碎语 谁是谁如何如何 这个老师如何如何 然后呢 你带着这些疑问 你说我去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如何如何 就完了 因为你只要有这种印象 我们讲先入为主的印象 你的起心动念 很容易走邪道的 因为人的恶心所多 善心所少 你就会看他这样 哎呦确实不如法 就像外面说的那样 你看他那样也不如法 我觉得我就特别不爱听这些话 我跟我有关没关的 我都不听 以前在这个单位 比如说这个员工 到我这来说张三不好 我立即就把张三叫来 来你过来 你俩当面说 我在这听着 我边看佛书边说 我说你们俩说吧 刚才什么事 你就当着面说吧 你干嘛背后跟我告状呢 没有必要啊 对不对 当面说清楚了 没事没事 就该干活干活去 你该卖货卖货去 你该是管库的 你去管库 你该作账作账 谁都别说谁 所以原先我们金店呢 我在金店干了六年劳总 没有是非 员工上下 没有一个说长短的 我那也是女员工比较多 我们不到三十个人 二十多个女员工 没有一个说是非的 员工老少都很和谐 上下都和谐 我也从来不讲 我不会当着 A员工面 讲B员工不好 不会当着 B员工面 讲C员工不好 因为我的时间就是 听经拜佛 然后马上把公司的业务 处理完 我们在这里也是 我们任何一个义工 没有到我这里说 说是非的 老的少的都如此 因为从一二年建队团队 规矩的时候我就要求 谁也别到我面前 讲脏三不好 李四不好 不要讲好 但是你要规其过 劝其见是可以的 你用平和的心 调和的心 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你站在一个中大立场 你说老师 我觉得应该去规劝 这个同学怎么样做 那没有问题 但是也仅限于老义工 我一般是比较熟悉他 觉得他确实这个心正 我才会允许他讲 如果我不了解的 或者心不正的 我听都不听 没时间 你也不用跟我讲 你不造业 我也不留印象 以前 我在没有见老法师之前 一零年前 碰到好多人在我面前 也不是好多 就有人跟我讲 老法师如何如何 一开口我就给打住了 我说那个 我已经选定了 跟着这个法师学习 跟着这个老法师学习 你不需要跟我讲这些 我也没有必要听 他好也不好 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 我听的是他的法 他的法很好 因为我特别喜欢 听老法师讲法 在刚接触定工师傅的时候 也会有人跟我到我面前说 第一次 我就听到过那么一次 说了一半就被我 没说一半 刚开口就被我打住了 就是说定工法师 以前在汤吃如浆 如何 我说对不起 因为当时还是一个出家的师傅 我说对不起师傅 我说我不需要了解 我说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听他的课 我就转移话题 我说师傅给你泡杯茶吧 我说你出去散散步好吗 包括前年也是有一个比丘尼师傅 跟我讲他们那个倒茶 也是这些是非 刚一开口我就说 师傅给你倒茶吧 我说你们出家人的事情 你跟我讲吧 我也听不懂 我也没有办法帮你 确实很抱歉 我说咱们说点别的吧 因为那出家事 我出家前跟我也很熟 说敬云 我就是想跟你 那个意思吐吐 那个拴水 哎呀 我说我们念佛 念佛都化解了呀 念佛化解不了 就出去 咱们要不散散步绕绕佛 想别的办法 不说这些 我说我也 你看我也不会参与你们到场的这个事情 我也不了解你们 你们这个事 我都不了解了 了解我也不说 所以我们从这里去修学 你的福报就很大 我们讲女德的核心 就是四个字 宽人词汇 有一个宽广的心 像大海一样 我们讲这个一滴水 怎么才能不干 你放到哪个杯子里 都得干 你放到大海里 它绝对不能干 你的心量也是很宽广很大 那么什么事情在你心里都化掉了 没有什么事情 第二个就是人 因为不人之人呢 是最恐怖的 我们讲女人的心 要是不仁慈的话 很硬 很冷 很冰 那真的是比毒舌还毒 就是它很硬冰冰的 没有感情的 我就不行 我昨天 这个我就忍不住 我尊随晚课我也没上 我特别难受 我就早早回小区 我就哭了 因为那个孩子呢 我就这么一直 这么多年看着他 舍戒还俗 我也心里很难过 那他今天要跟我这样通话 我就很高兴 我说那你一定要早一点回来 我们中间走弯路 没有关系 关键别走错路 你弯了你在拐正吗 都可以的 那么大家要有这种柔软的心 慈爱的心 时时都让别人占我便宜 我不占人便宜 就是永远都是 我就是给遇 因为你女性的德 就是在于给遇 女性的天性 它就是付出的 如果一个女性 总是想索取的话 她就会失德 就什么事情都不计较 只有付出 没有索取 那么他又就是这个 王室呢 又很喜欢 持这个破地狱计 像我们僧团 每天网课 都有蒙山诗诗 蒙山诗诗的一开篇 就是这个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皆信 一切为心造 那我们在搬动佛像的时候呢 也可以念这句祭 然后再搬动佛像 不要上来就搬 就念一句祭子 这个祭子就很好 确实是如此 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造的 你的心造佛境界 就是佛 你的心造这个地狱境界 它就是地狱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常常观想莲花 如果我们心里 比如说有贪爱的欲望 一起 就是我们讲 吟心邪念呢 你马上脑子里出莲花 那有的人说出不来 出不来是因为我们平时呢 阿赖耶诗里种的莲花不多 你看我们的微信 我们学佛的人都喜欢用莲花 对吧 一打开一堆莲花 我以前也是 我的电脑里一打开屏幕 就是一朵莲花 盛开的白莲花 然后我在以前 在那个金电办公室 有那种 我自己买的琉璃做的莲花 水晶的莲花 还有画的莲花像 你就给自己种不同的莲花像 所以有一次 一二年的时候 我跟那个老法师的大护法 我分享 我说我就觉得 我观想莲花 总想莲花 特别有好处 一想莲花 心就很清静了 我小的时候啊 那个上初中 还是上小学 我就总在纸上画花 但我不知道那是莲花 就是没事 就下课了 我就拿张纸在那画 画画 画各种盛开的 现在看就是莲花 后来有一次是 上初中有个同学 借我的这个笔记本 他就说 他怎么净化这个莲花呀 我说是莲花 不知道 那这也不要现在这么开放 我说我很喜欢画这种画 涂上颜色 涂上水彩色 你就总想莲花 走路的时候 想着自己是走在莲花上 即早晨惊醒的时候 早晨拜佛的时候 观想自己那个拜殿呢 你不要想它是一个 咖啡色的泡沫拜殿 你想它是你喜欢的一朵莲花 你喜欢金莲花 就是拜在一朵金莲花上 喜欢这个青莲花 就是拜在一朵青莲花 喜欢白莲花 你就是拜在一朵白莲花上 你在二十分钟 都是在你极乐世界 你自己的一个莲花里 在礼拜 在拜佛 你不要说 这个拜殿硬邦邦的 不舒服 咖啡色 我本来喜欢蓝色的 不用 你就用观想的意念 因为一切法都是心想生 那早晨绕佛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 我就是 我早的时候都有想 我就觉得这一圈 都撒的四圈都是莲花 我就这样走着 这四方形走在莲花上 然后坐在座位上呢 也是坐在莲花台上 这莲花台 底下的这个座呢 一定还是金刚座 银的和铜的都不要 银的和铜的等次比较低 我们就要金刚台上面 因为台子 台子上面会刻着你的名字 名字上面就是那个莲花 那莲花呢 那个它的颜色 有的是单一的 有的是杂色的 那有的放光 有的不放光 有的颜色很纯净 有的颜色就不是那么纯 就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如果你观想的莲花 越大 越纯净 还放着光 还是旋转的 无比的美妙 坐在这上 你就去念十分钟佛号 你每次都是这样想 想多了 就不一样了 一进道场 整个绝缘寺道场 就在一朵盛开的大莲花上 莲花中献出百千万亿佛 他每天你就在莲花里做事啊 莲花里供佛 供法 供僧啊 每天你在大殿 上你一炷香的时候 不是就供在大殿一尊佛 供百千万亿佛 跟极乐世界无二无比 就用这种观想 反正我觉得 当自己心里头 有不清静的想法的时候 我马上我就转念 我就想 我就喜欢哪种莲花 自己看过那个图片 白的还是绿的 还是金的 就给它想出来 一开始想不习惯 训练之后想 就很习惯就出现了 所以大家要多想 因为想佛像呢 就比较难 我觉得想莲花特容易 而且莲花 就象征着清静 象征着出泥而不染 虽然我们身在 这个五着恶世 但是不染 五着恶世的 一点的这种污垢 也不跟它对立 也不是讨厌它 没有的 完全是在这里 生起自己的那种大悲心 你看到终身苦 你自己才会精进修行 你自己才会勇猛 因为你跟它是一体的 你不忍心去看它这样苦 那它又不肯修 那我们就要努力修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今天下午呢 我就跟那个 我的助理啊 就商量 我说我们义工 菩萨们有一些 比如亲人生病了 父母啊 妻子啊 先生啊 公婆呀 儿女啊 身体不好 或者是刚刚往生 那我就建议呢 我们晚课之后 我们义工团队 也做一个回向文 特别的去回向 我们这些 纸细亲属的家人 因为我们在这里 护制道场 不能把家人就忘下了 他是最需要 我们来帮忙的 我们明天下午 就会集体送一部地藏经 跟我们那个 一位义工同修的 太太来回向 如果那个亲人 他往生了 我们可以去给他助念 大家要这样子的修 你才会生起 那种慈悲和道心 否则的话 就是自修自了 自己修自己 你失去这种慈悲心的话 其实你修行是没有根的 就是无根之木 它没有根的这个木头 它不会发芽呢 所以一定要用大悲心 去长我们这个道心 用那种智慧的方便力 去成就我们 能够勇猛精进 不要自己蛮干 集体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在一起 很和谐地去共修 然后带着我们身边的亲人 家人 各个呢 都给他送到极乐世界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是真修行 那么后来 他就有一天晚上呢 梦见阎罗王 来跟他道谢说 很感激啊 就是蒙寿宁持这个寄予的功德 使得地狱里的很多众生 都能够往生到善道去 后来他虽然生病了 那么他也口念佛号 就去世的 他的亲属 还有侍女都梦见 他跟他们说 我已经往生净土了 这是决定不移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二十五 宋诸氏 诸氏名如一 明州学生七也 年二十余 急速福灾居 前修静夜 以皇军请善书者 写法华经 秀以碧荣 十年而成 致化成玉 针锋坠舍利如素 莲获数十例 附秀阿弥陀佛 观世音像 一字一拜 离法华者三 于经首题 别致八万四千拜 习法华经三月曾诵 次月华言 般若 愣言 圆诀 俱能通力 又寝慕为徒 劝人念阿弥陀佛 受徒者满十万生 为回向西方 所化至二十万人 寻节炉墓旁 一世奉佛 一世艳作 一世书经 给几世唯一 婢子 甘苦 供之 少西四年春 尽赤麦莲聚 为山日会 饭千比丘 合资百万人 共唱西方佛名 建宝床 装索绣经七轴 并输会者姓名 送罗瞻罗到场 僧堂供奉 十二月 世危急 垂名 折起福座 薛生曰 我家无事法也 请就寝 遂又邪而逝 年三十七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这个是讲 薛生的妻子 叫朱如一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穿着朴素的衣服 也是持八观在戒 一生不行淫 跟他先生也都断夫妻之事 很虔诚地修净土法门 他请这个书法好的人 在黄菌上书写法华经 然后用这个碧绒来绣 绣了十年才完成 当他绣到这个化成品 就跟我们阿弥陀经也有 无量术经也有四十八品 他绣到法华经的化成品的时候 在他这个绣针的针尖上 就出现了几十粒舍利子 就跟这个龙书净土文 不是有人来勘印龙书净土文 在那个勘版上就蹦住舍利子了吗 他这个是在绣针上 出现了几十粒舍利子 后来他又绣了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大士的像 他曾经一字一拜 法华经三遍 特别再拜经题八万四千拜 诸事学法华经三个月就能背诵 之后又读华言经 般若经 愣言经和圆绝经 全部能通晓一礼 你看看这是我们古代的 你修行人的榜样 他又雕刻木板图像 劝人念阿弥陀佛 接受他不失佛像的人 只要念满十万声 他就替他们回向往生西方 如此度化的有二十万人 那个时候的二十万 相当于现在两千万都不止了 那这人口多少啊 不久他又在坟墓旁 节卢 比较像我们师傅们 过几天要在总监坐 他也是在坟墓旁结卢 一个房间供奉佛像 一个房间用来打坐 一个房间用来写经 事后他的只有一个卑女 两人同甘共苦 少夕四年春天 他把所有家长全部卖掉 开了三天的无辙大法会 灾请一千位比丘僧 千僧灾 在家出家 共有一万人参加盛会 大家共唱阿弥陀佛名号 他又建宝床 用来装他所绣的七轴巾 并把参与盛会的人的名字 全部给写上了 他把这些全部送到 罗瞻罗道场的僧堂里 去供奉 这样到了十二月 他生意了一点小病 快睡着的时候 他赶紧起来盘腿而坐 结果他先生说 我们家没有这个规矩 就是坐着往生 那他赶紧就躺下 就是吉祥卧 就是又测卧而逝 当时只有三十七岁 你看他是修持了不到二十年 往生就这么殊胜 他这一生决定是 大乘女菩萨的修行 让我们都叹为观止 你看我们后世的 这些人看着都觉得 哎呀很惭愧 他自己那边没有印刷树啊 我们现在印刷树这么发达 都不会像他这样的去 去做呀 他自己光绣这个法华经 绣了十年才完成 你就想那种坚韧 那种毅力 那种耐心 都是让人非常叹服 十年如一日 把这个经绣完 所以能秀出几十粒舍粒子 然后一字一拜 拜法华经三遍 法华经很长的 那拜三遍 那也不是应该一天都几千拜了 经题呢 特别拜八万四千拜 就单独拜这个经题 就拜了八万四千拜 那种勇猛精进 确实不是普通人 我们要是有人发愿 也可以把无量寿经拜一遍 一字一拜 无量寿经太长拜不了 那就专门拜这个 发达诗言第六 发达诗言第六也太长 专门拜第十八愿 一字一拜 总算是有一点点成果 不能没有 我是早年拜过这个 普贤行愿品 一字一拜 因为我特别喜欢 普贤行愿品 喜欢到就觉得 没有什么办法能表达 我对他这不经的这种敬爱 我自己想出来 我就念一个字 然后因为怕念串了嘛 又不是 因为你拜着拜着 就会比较那是晕 我就拿个铅笔 拜完一个就是圈一下 拜了一个圈一下 拜了那个不长 也就一个月 就拜了一遍 但是拜完很殊胜 当时就做了一些梦 有一些很殊胜的感应 拜经的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的 你看我们去那个 拉萨啊 他那不是拜经啊 直接就拜布达拉宫 那大拜 布达拉宫外面 一帮人 那个 拜的那个胳膊底下 都流血 那种 对道场的那种前进和恭敬 我们前一段 在佛系期间 陆丰当地的一主居士 二十多人 也是从陆丰啊 一路拜到这个道场的 持戒念佛道场 很敬仰 拜到这边 整整一夜 凌晨四点钟到呢 他们拍到他们 三步一拜 拜来的照片 哎呀 我都觉得特别感动 特别惭愧 我们在这里 都没有那种恭敬心 人家在外面 就为了拜到这个道场 三步一拜 拜过来 没吃早餐 其中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都跟着拜 然后拍那照片 那孩子累的 就在我们那个 经堂的门口 就趴着他妈妈身上 他妈给他喂水 他母亲希望 那孩子能出家 就这样 所以我们要 这种心来修 才能有这种 沉静的感觉 否则都是变成 学佛的油条子了 上不上 下不下呢 能混则混 苟且度日 自欺啊 将来也会欺人 所以他三个月 就能背这个法华经 然后各大经典 华言 般若 愣言 都通小毅力 所谓一经通 百经通 他不是靠一个字 一个字去研究经典 是靠自己的成静心 我们讲 智诚感通 他自然然 他就跟经典通了 因为佛讲经 是没有意思的 佛不会说脑子里 想个什么意思 我再给你们讲 像我们在这 又悲客又琢磨 不是的 完全是自信的流漏 自信里什么都没有 本自清净 本不动摇 本不生灭 能生万法 就是他 你要想讲 他就有了 有当机的 你要不想讲 什么都没有 所以当你心清净的时候 你一下子就跟佛经 就能够对上 你就能豁然开朗 明白这个佛经 是什么意思 你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 平时做人呢 又杀又盗 又淫 又妄语 他怎么也对应不上 能对应的就是 你一打开经 就开始睡觉 睡醒了就完事 对这个 就对不上佛经的毅力 那我们这个呢 这一段还没有讲完 我们下周 《善女人传》 继续来把 第二十五这个案例 开解完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时间到了 好 我们来一起 回向一下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